我们今天啊希望能够1一直到20 这样的连续的数字下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比较快呢 比较快呢 来第一个呢 在F1先打上1完成以后呢 回过头来啊 你点到F1这一个以后 请注意看 我回过头来点到F1这一个以后呢 我接下来把我的滑鼠放在他的右下角处 各位请你把你的滑鼠也跟我一样 放在他的右下角处 他会变细细的十字哦 注意看哦 细细的十字哦 不是粗粗的哦 细细的 如果你是放在里面就变粗粗的 如果你是放在右下角这边就变粗粗的 请问一下放好了没有 好了哦 来注意听 放好了以后 假设你现在就把它按住往下拉 随便拉个骨骼看看 按住 你滑鼠心放好了嘛对不对 按住左键往下拉个骨骼就好 你手放开他会变怎么样 好 各位注意听 像这样的动作叫做资料的复制 这样懂得知道吗 他会看你这个是什么数字什么资料 他就往下复制就对了 所以按住往下 叫做资料的复制 对不对 好 可是好像不是我们要的对不对 好 对啊 但是呢 我还是要跟你讲他有这个功能 好 来 回过头来 我们再点到F1这一个 虽然他有这个功能没错 可是不是我们要的 来 再一次 回过头来给他 F1这一个 再把你的滑鼠就定位 放在右下角 让他变成细细的十字 放好了吗 好 准备了哦 先把Ctrl按住 按住了没有 好了 再把它往下拉 Ctrl按住了哦 继续先往下拉 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他就不一样哦 看到没有 他就往下加1加1加1 会一直往下加哦 这样会了吗 好 是要 我们要 我们是要拉到几个 对 所以请注意看 我现在是拉到第九格了 你没有办法拉到一次嘛 那没关系 你点到第九格 再继续往下拉 那会怎么样 继续往下加1加1加1就对了 这样会了吗 好 啊这个1到20 还比较好拉 因为范围短短的啦 如果叫你1拉到100 你就会召出来 哦 老师要拉很久 所以当然就不再用这个方法 听懂吗 范围短短的 你用拉的就好 听懂吗 范围如果短短的 你看1到10拉1到15 这数字短短的哦 那范围很小 你用这个方法比较快啦 这样同事了吧 万一是数字比较大 比如说各位 请看第13题 第13题是什么 第13题它说什么 哦 好 那我先请问各位 刚刚这个方法懂这意思吗 怎么样让它往下 下累加1 累加1 累加1 用的是什么方法知道吗 就是Ctrl按住 再按住右下角的角点 往下拉就对了 它就会依你上次的那个格子 上一格的数字是多少 它自动的加1往下做 这样会了哦 OK 好 那现在呢 遇到的问题就不一样了 第13题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它说 请你哦 在这个G欄 G欄就是G1 那边开始 在G欄 请你速度 13579 一直到快到100为止 同学 那请问 用这个方法可行吗 那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方法往下拉 是只能加1加1加1 那1357是加多少 加2 变成2 你总不能够按两个Ctrl吧 那没有用啊 知道吗 来 那我们开始来做了哦 请各位点到G1这一个 这个呢 我们现在教你的这个东西就是说 以后万一 你在Excel的资料输入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输入这一种 具有连续的性质 这样的资料怎么样做比较快 这样懂得知道吗 如果你发现说 你接下来要输入的资料 他们具有相同的间距值 那你要怎么样输入比较快 而不要一个一个输入啦 这样懂得懂 来我们现在点到G1 请你打上1 Enter一下 因为他还是从1开始 对不对 1 3 5 7 9 3 到100 好咯 来 回过头来点到G1 这一个 好点到了没有 好 这个呢 这个啊 有一个名称 在Excel里面啊 这个功能叫做速列输入 速列 速列 速列分两种哦 等差 跟等比 速列分两种哦 等差 等差跟等比 现在我们要请各位做的是等差 等差有同样的间距 来 各位请注意看 来 请问 选到G1这一个了没有 好 来 我们要怎么样做 我们要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呢 点到了我们要的格子以后 请各位到右上角 找一个编辑的面板 右上角有没有看到一个编辑面板 有 其中 这一个一个往下的箭头 有没有看到 找一个编辑面板 那里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这个 后面可能看不太清楚哦 等一下我拿 我找放大镜出来给你 填满 对对对对 他一个往下的箭头 这叫填满 有没有看到 有啦 那我就不用找放大镜了 点下去啊 请各位找到一个速列 有没有速列 这个往下的箭头点下去找一个速列 来 请把速列这两个字把它按下去 它应该会跑一个功能表出来吧 好 请问这功能表跑出来的没有 记住 这个功能表专门拿来输入完成一种 如果它本身具有一种读一定的顺序值的资料 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做比较快 好了 我们来做一次哦 来各位 请看 速列资料 列跟蓝 来请各位选蓝 因为它是往下跑 它不是往旁边跑哦 它要往下跑 往下跑 那叫做蓝 所以左边这边请你先选蓝 选到了没有 来 过来中间 等差还是等比 记得我们是等差 一三五中间是隔二 等差哦 好 往下看 同学 你们看到间距值 请各位把一改成二 好了吗 中子值要给它哦 否则它不会理你啊 中子值 这个点一下 打上一百 它就会以最靠近一百 但是也不超过它为原则 好 看清楚了哦 做好了吗 看一下 蓝 列跟蓝 就代表它只要显示的方向 我选蓝 因为我要它往下显示 第一点 第二点 一三五七九 这叫做等差急速 它们有固定的间距值 所以我选等差急速 接下来间距值要给它哦 OK以后 你最终让它填到两个数字就停 你要把中子值打进去给它 好按确定看看 同学它还没有往下跑 跑到第几个 对 因为再加二就超过了嘛 它就不超过 以最接近它为基础 这样对了吗 好 它有两种做法哦 它有两种状况啊 有两种状况 这是第一种 等一下我要讲第二种给各位看哦 那你先完成到这边 这叫做第一种 一三五七一直填到一百 对不对 这个是有中子值的对不对 好 那请问 他填了几个格子 哦 不好意思 他在那里面看我哦 五十个格子嘛 好 老师 我们现在讲另外一种状况哦 来 我现在讲另外一种状况哦 来 各位请看 那刚刚这个问题 刚刚这个做法会不会了 将来各位遇到的情况 如果说 你知道说你要的资料有固定的间距值 你也知道说要填到哪一个数字 OK 通常这种哦 就不会要求你要填几个格子 反正一直填到我要的那个数字为止 就对了 听懂吗 那如果今天是相反 来 各位请看 你看 做到底一样 G G G嘛 H有没有 没有嘛 好没关系 因为我跟这个 其实想说 我要做H 好 那我们H 先不要动不要动 I好不好 I 来 请各位 第一个 请各位在 I1 这一格 来 打入一个 2 2 好了吗 好 OK 第二个动作 请 我们要加一个请 请啊 在 i2到i30 i2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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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到i30的 范围哦 我这次是给范围哦 田路啊 田路啊 等差急速 等差速列 田路等差速列哦 来 兼聚值 3 那代表2的下一个数字是谁 5 5 5再加3 8 这样知道吧 叫做兼聚值 所以2 加3等于5 5加3等于8 8加3等于11 1 此类推知道吗 直到填满几格 30 好同学注意看 刚刚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有没有指定要填几格 没有 我只告诉你填到哪个数字 为止 再看这一点 这一次呢 我没有跟你讲 要填到哪个数字为止 没有 我是跟你讲 填满这个范围 这两种状况不同哦 但同事哦 所以未来不会在运用的时候 你要先搞清楚 是哪一种状况哦 了解哦 嘿 来 那么呢我们来 请问同学 I1这一格 打上2了没有 打完了 好 那麻烦各位 现在 把I1到I30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你有什么方法选 你如果要用油的也可以 那你要用更快的就是 用Shit的剑配合 刚刚我是教会怎么用Shit的剑来选 想一下 哦 来 选到了吗 选好了哦 来 你看我做 来 我现在现在I1这一格 先点到I1这一格 I1这一格 我先打上2嘛 对不对 Enter一下吧 好 开始咯 把I1这一格先点到头 头先点到 那因为呢 I1到I30的范围有点远 所以呢 我点到第一格之后呢 我滚动我的滑鼠到第30 30 30是在这里了 不要直接点它哦 不要直接点它 要点它之前 记得按什么键 对 很好 按住Shit的键 再点30这一格 这样子咧 你看到它范围都选起来了 Shit的键才可以放开哦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强调 头到尾的连续选取 好 OK 来各位 选好了以后 请问 刚刚那个速列功能表在哪里打开呢 来把它打开 去把刚刚的速列的功能表把它打开 趁各位忙的时候我偷偷打开 好 所以你如果忘记了我一下隔壁 来 这功能表在哪里 好 不要动哦 你看 第一个 因为我们已经先把范围选到 对不对 它侦测到我们有选范围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不用管它了 因为它自己已经决定是蓝了 所以同学 如果我今天是选横的咧 对 很好 它这边就会变成立 这样懂了哦 这边不要管它 来同学 是不是等它急速 对 没错 再来 兼具指 来 改多少 对 很好 然后呢 注意听 中指指要给它吗 我请问你 最后一个是第几个数字 你有不知道啊 所以就不要管它 知道吗 好啊 按确定 看到没有 是不是填满了 所以最后一个是多少 应该是八十几 这样会了哦 所以你或如果遇到这种 你要填 你要填的资料是 它具有兼具指的 那你要搞清楚 你要的是一个范围 还是是要给它一个中指指 这两种状况都不一样 你不要又给它中指指 又给它选范围 你说经地那里不知道 它就不知道怎么做 就要靠船 对不对 主要 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喇叭突然出现哭泣的声音 好 所以你不要让它呢 左右为难 这两种 你要选一种来做 你要看你当下是什么状况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做第十四题 好 我们基本单位的最为一种 基本动作的最为动作 第十四题 请在H栏 先在H栏 请你输入啊 从今天开始算起 以两天为兼具 一直到5月31号 来同学 请你在H1这一格 点到H1这一格 好不好 H1这一个 好你哦 刚刚我有教各位 H1 我刚刚有教各位哦 怎么样快速打上今天的志祺 快速箭是什么 来请你把它打上今天的志祺 用快速箭的方式 在H1这一格 打上今天的志祺 忘记了 趕快看革命 趕快看基本 叫做看我的VCI已经没有了 你在看VCI 看这位VCI 看病人 看病人 在ZG 谢谢观看